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觉得呢 我觉得确实创业时代与守城时代的人才非常不同 像是郑梦舟跟郑道坊两个人首选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者是要开创新的时代 一者是要维护旧有的王朝 不过我也觉得他们确实有共同点 像是他们都很坚守自己心中的道 像郑梦舟就是要誓死去遵守原本的高丽王朝 郑道坛就是要开创新的王朝 来改变旧时代 所以创业时代的人才 朝鲜时代初期来讲 就是宗道坛就是创业时代的人才 但是到了进入守城时代的话 他们认为宗梦舟就是当时应该要崇敬的人才 这个原廷就叫研究韩国近代初期的人才 但是对朝鲜时代的内容也很熟悉 谢谢你 那我们上一堂课的时候 介绍科举制度的意义 所以到底科举制度 对中国来讲 然后对韩国来讲 有什么样的意义 所以先简单 就是看一下 中国的科举制度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的 然后什么时候被止的 原廷助教你应该比较熟悉吧 中国的科举制度 对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水洋帝时代 但是那我们参考一般的书籍的话 我们常常发现大业元年 他们设金士课 然后开始开科取士 然后到什么时候呢 清末 光细三十一年 一九零五年被止的 那 这个科举制度在中国的历史来讲 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个是随着科举制度的普及跟扎根 从此文字主义开始支配中国的政治体制 那为什么说这里有文字主义 因为如果国家人才选拔的时候 好不好我们用音乐做吧 这样子的话全国的人才 想要成为这个国家的人才的人 应该很认真做音乐吧 那如果哪天决定 好吧我们使用美术吧 那这样子的话 很多人才开始很认真读美术方面的知识 但是这边科举科目有很多有关金属 然后文学就是做文章做诗歌 所以大家不是100% 应该不是100% 但是很多人大部分的人 为了在科举这个考试考上 所以一直很认真科举的科目的学习 所以他们采取的这种文方面的科目 所以这个时候文字主义开始在中国发达 那如果这个我们刚刚上的看的这内容 应该是关注金氏课的创设时期的 所以可以说大业元年 但是也有不同说法 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 我为什么介绍对科举开始的不同说法呢 不是因为哪一个年开始非常重要 我们大家都要记住一下 而是因为到底科举制度开始的意义 在历史上有什么意义 我们要知道意义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看看 到底从这个意义来讲的话 哪一个年开始的说法是正确的 所以我想提供这种思考的这个线索 所以科举开始的问题也在这里一起思考 那对中国的科举制度的正式开始的具体事情 大概有一些这种说法 所以养地大业二年三年十年 或者早在水文地开房年间等等 然后有些人也说 就是已经唐 后来唐高祖的时候才开始 有一些人这样的主张 那我介绍一下这个思考科举制度的意义的一些说法 在这里我介绍的是公奇士定先生 这是日本学者 他提出秀才就是关键 不是近视这个关键 他说随他以来圣心的科举制度 就算有些可悲议的缺点 但是从结果来看 他仍然是一种选择 通过这个宣法的近视 到底升幅超越犯人的教养 他的主张就是实际上 近视在随文地时代已经存在 并且随待考试制度的中心 不是近视而是秀才 当时除了前几来的秀才之外 还正设近视科并进 他说他在唐朝初期的科举 秀才科占有先头 近视科还在后列 并不给予秀才科 所以近视成为科举的中心 而具有代表性的 这个不是一开始这样子的 这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说随文地时代 确立秀才科的考试制度 就是科举制度的正式开始 因为很多人注重近视 但是他说注重近视的是后来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找到科举制度 开始的开端的话 应该要看看秀才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是这样子的主张 所以那为什么我们要找科举 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因为我们要发现的是 这个制度中学来年几月几号开始 重要的不是这个 重要的是这个 以前的话 要看我们选拔人才的时候 要看你的家门 你父亲是谁 但是科举制度奠定以后的 要宣伐人才的时候 你到底拥有什么样的知识 你到底是人才 还不是人才的这个 关键是考试 对以前推荐的制度变成考试的 那一年就是这个制度开始的 正式开始的那年吧 所以对这个中国科举方面 应该原点主教比较熟悉 所以你简单介绍一下 秀才呢 像秀才制度啊 就是在隋文帝以前有存在 而且它不是首次出现的 但我们应该都知道 这个所谓的东汉到晋朝的时候 都有所谓的九品中正的制度 那就是以推荐的方式 所以那个隋文帝的时代是这种 科举跟这种推荐是并存的时代 嗯 并存的时代 所以并存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确定 因为科举已经这个时候正式开始 那所以呢 所以这个 这种建局的制度 转变为考试制度的关键就是 什么时候这个推荐的制度被废除 嗯嗯嗯 所以宫崎士定先生 主张呢 主张就是隋文帝的开往3年 或者开往15年的时候 这个科举制度正式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这个所谓的推荐的中正这个职务 被废除了 嗯 所以这个制度也不存在 嗯 所以开往3年的时候停止 所以那个时候不做 然后完整的那个废止 就是开往15年 而实际上停止的 如果你注重实际上停止的那一年的话 你可以说开往3年 如果制度上完全被废止 你比较注重这个事实的话 你可以说开往15年被子 嗯 所以这个宫崎士定先生 提醒我们推荐制度 完全改为考试的时候 就是科技考试 这个制度正式开始的那一年 嗯 那中正应该大家都知道 那简单看就解释吧 嗯 对那中正的话就是一个官名 他就是负责所谓的 选拔这个地方的人才 嗯 嗯 他就是所谓的三国时代的时候 开始设定这个 教定官人 嗯嗯嗯 对 所以科技就真的成立 意味着知识分子出世的管道 已经改变了 换句话说以前靠着人际关系 知识人际关系就是自己的父母亲 自己的出身而出世的 那后来靠自己的学问能力而出世 这样子 那么我们回归正传 韩半岛的科技制度 中国 韩国的这个科技制度 不完全一样 但是这个 当然科技制度的开始是中国 然后 那么韩半岛实际的这个 科技制度也来自中国的那个制度 这个没错 但是 因为在韩半岛的社会情况 来改变 改变这个科技制度的样貌 那我们先看一下科技制度 什么时候来到韩半岛呢 嗯 其实朝鲜建国之前已经他们这个尝试过 高丽朝第四代国王光宗时代 光宗九年引进中国的科技制度 但是这个在这个社会上奠定他的帝月的 应该朝鲜建国以后 他们以科技为提法人才的管道 所以朝鲜时代的儒家斯大夫他们依靠 学术能力出示认官 就是参加科技考试来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在这里提醒大家 呃 如果你 讲这个朝鲜这个国家成为儒家斯大夫社会的话 这边讲的儒家斯大夫并不单直透过科技认官 正式参与国家精英的人物 为什么呢 因为在朝鲜社会没有官职 没有那种政治工作的儒家斯大夫 他们也主动承担国家责任 所以朝鲜时代应该跟当代不一样 当代的话一般的大人早上起床 就大多数的人出去上班嘛 但是朝鲜时代的话不是这样子的时代 读书人不一定他每天早上上班 下午晚上下班的那种生活 只不过一个读书人的那个时代 他很久以后考上科技考试 担任一些重要的政府的机构的长官 也有这种人 但是考上科技考试的人 在那个学生考生当中占领的占领没有很多 所以当时没有官司的儒家斯大夫 包括他们的行为 来可以说这个就是儒家斯大夫社会的情况 所以我们研究朝鲜时代的时候 要注意这种无官无知的儒家斯大夫 他们怎样主动承担国家责任 那在这里先看一下什么样的人不可以应靠呢 其实朝鲜时代的这个法典 经过大典里面 礼典里面的规定 有不能应靠的 但是没有可以应靠的 所以基本上贱民之外的大部分的男生 女生不包含 男生可以应靠 但是这些例外 所以我们先要观察 经过大典里面的规定的时候 发现这个社会的特点 也发现这个科技制度的特点 它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犯罪永不需用者 犯罪永不需用者是什么意思 犯罪的人全部无法参加考试吗 不是 是犯了那种不能担任公务员的 所以不是所有的罪 犯罪当中非常严重 所以无法担任公务员的罪 比如说有人如果杀害亲人 这样子的话他应该属于这种罪 然后呢 张力之子 张力之子的话 张力的儿子也不能应靠 然后呢 在家私行妇女之子其孙 在家私行妇女的儿子跟孙子 所以奇怪 在家两次结婚的女性应该是私行妇女 在家的儿子好像比张力更严重 因为张力的话他的儿子而已 但是在家的人私行妇女的话 他的儿子跟孙子两个都不能应靠 然后呢 素孽子孙护许父文科生元净四世 哦 素孽子孙是什么意思呢 而是指素子跟孽子的那个子子孙孙 不单只是儿子跟孙子 是他的后代都不行 哦 哦对 那这样子的素孽 比在家私行妇女更严重的罪 那素孽是素子的话 他的母亲不是正式的太太 那孽子的话 你母亲也不是正式的太太 也是贱母这样子的孽子 所以素孽大概母亲的行为有问题的 至至孙孙都无法参加 但是无法参加的考试的种类 有两种 有一个是文科 另外一个生元净四世 生元净四世是还没考文科的时候 低阶段的考试 其实这是生元净四世跟金净四世的略称 所以他们好像这些 从他们的当时的社会来讲 有些问题的人无法参加的课目 大概文科跟生元净四世方面而已 那这边没有写无科 所以无科好像比文科生元净四世 比较松的 那经过大典呢 我们每个 就是资料 我们观察每个资料的时候 资料来源的那个书籍 到底什么时候编转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暂时看一下经过大典 它什么时候 在朝鲜时代的十五世纪中半 世主时代开始 然后到了城中一样十五世纪的中半 那个时候编的 那什么时候开始实行呢 1485年 朝鲜的科剧呢 大体上可以划分为文科 武科 杂科 以及生元净四世 文科 武科 属于大科 生元净四世 是小科 但是中国也有净四科嘛 所以我们要先注意 那个区别 朝鲜的生元净四世的话 有什么样的意义 然后有什么样的阶段呢 先看文科 合格的话 它是文科基底 那生元净四世 合格的话 不说基底 有说 如果 文科跟武科的合格者 会获得等同合格增速的红牌 然后杂科跟正面净四世的话 获得白派 但是生元净四世的白派上面 跟文武科的红牌一样 盖什么样的帐 盖有国王的玉玺的科技保印 即使说正面净四世 虽然是小科 但是跟假科不一样 拥有国王认可的合格增 有这个意义 这个是资料来源 所以想要看更知己的内容的话 后面的这个资料来源的表 那我们看起来这个被禁止参加科技考试的 那个规定里面 对当代的我们的眼光来讲的话 好像有点奇怪 那边除了犯罪者之外 还抱歉 自己本人完全没有什么罪的人也有 而里面在家私信女性的子孙 她们没有什么罪 她的母亲也没有什么罪 但是她们无法参加科技考试 何况这个非抵触子孙 她们永远 子子孙孙都没办法参加科技考试 为什么包含这种人呢 是理由我们怎么说呢 好 请原理就叫你觉得呢 韩国科技这种制度的限制 可能是为了守护所谓的农家的家庭秩序 她也就是保持这种安定 确认这个血缘关系是正统性的 那也有可能是为了要防止说 两官身份的人一直无限的增加 对也有这种的考量吧 但是我们就是进一步说的话 这个文科深远精知识的意义来讲 那文科跟深远精知识 这个不是为了挑选行政技术的执行者 就是说你们透过科技考试进来政府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人才只不过是行政技术人员的话 他们这种规定应该不需要 当时的他们认为选拔的人才 就是什么样的人才呢 将来政府教化任务者 所以要教化老百姓 教化这个社会的成员的话 他们应该要儒家理论也重要 但是儒家德行也重要 这两个都拥有的人才可以 成为这个社会的教化人员 所以有这种规定的 但是假如有这种意义 也我们从当代的我们的眼光来讲的话 这个规定真的没有普遍性的 深远精知识跟文科一样 都是为了选拔能够把朝鲜社会 顺利推行卢学士同志志人的观看 在这里提醒各位 中国的进士课跟朝鲜的进士是不一样 中国已经有进士课 但是中国的进士跟朝鲜时代的进士是不一样的 因为同名一样 所以中国的进士课是大科 朝鲜的深远精知识里面的深远士跟进士课 这个就是小科 所以朝鲜的进士应该还有要复考 要复第二阶段的大科 就是文科 有这种不同 参考一下 这是不重要的 但是我们大约要了解一下 深远精知识的课目有什么样的 这是经过大典里面的内容 但是这个是随着时代的改变 也随时改变的 所以不能说整个朝鲜500年 都有这样的课目来实行 参考大约四书一义的话 四书之道 大学隆宇孟子中庸当中一个 五经 五经里面当中一个 金诗识的课目 主要考文章 所以我们深远士跟金诗识不同点 就是这边经书这边文章 那考什么样的文章 属于这时代的改变 也有改变的 所以有的时候排绿 书院士 律师都不一样 只是我们可以区别一下 深远士 这种金属 金诗识 这种文章就可以了 那深远士跟金诗识 但是如果你是考生的话 哪一个更难呢 应该是金诗识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主要考文章 主要考文章 那为什么比较难 因为如果我们参加金诗识的话 可以把全部的内容背起来 应该可以 因为历代的注释都背起来的话 你可以 但是我们无法 所有的文章都背起来 因为他们只提供运 你利用这个运来做文章的话 你要当场写 所以这个好像更需要参照性 应该这样 可以解释吧 也有很多原因 感兴趣的同学 思考看看 在这里我再介绍一个 小课的意义的转变 这个事实 深远金诗识 本来属于小课 所以小课的意义所在呢 小课本来为了大课而存在的 那为什么朝鲜社会 那么注重深远金诗识 就只不过是大课 还没参加大课的人 合格的一种 可以通过的那种 小课而已不是吗 我们从这里也可以 以思考小课的意义的改变 因为当时有很多人 留在地方 还没受官人制的阶段的 声援金诗识 他们在地方 进行对地方人民的教化工作 然后他们以 优国优菌为己任 所以声援金诗识 不仅是作为参加文科考试的聘证 而且也成为他们参与社会统治集团的证明了 所以举行声援金诗识 从来没有间断 然后导致越到朝鲜后期 声援金诗当中 不参加文科考试的人数 越来越多 声援金诗识的考生数 有一名学者 松俊浩先生 1970年代 他对考生人数做统计 根据他的研究 朝鲜朝 从太祖元年到高中31年 因为31年 废职科技考试 举行声援金诗识 总共229次 但是不能说 这个是真正的朝鲜时代 实际上实习的声援金诗识的全数 因为留下来的资料 我们没办法保证100% 但是也可以大约这样 然后 经用声援金诗的人数 47,748个人 朝鲜后期文科上榜者当中 声援金诗出生的人数 越来越少 所以文科上榜者当中 考上声援金诗识的人 很少 他们在哪里呢 他们已经回去了 回去自己的故乡 然后 没有参加 没有考上声援金诗识的人 很多人参加大科 这是文科 这是宋老师的统计 里面 表示 前期中中人数 这是15世纪到16世纪的中半 文科及地则当中的 声援金诗的比例 百分之八 那后期的话 后期不是前期后期的部分 这个区分是宋老师他 都是决定的 不是一直 其实朝鲜时代 前期是中中到人株 后期是存株到者株 他这样划分来调查的话 后期文科及地则当中 从声援金诗识的占领就是 百分之 百分之十四而已 那高中时代呢 高中时代只有百分之十二而已 所以前期的 声援金诗识合格者 大部分都参加文科 后期比较少 个人后期的话 只有百分之十二 所以后来的 声援金诗识的合格者在哪里呢 他们本来没有意思参加大科 直接这个声援金诗识 合格又直接回去 自己的 互相的人数应该越来越多吧 那这样子的话 很多人 声援金诗识考上以后 放弃大科 然后回去了 声援金诗识的意义改变了 一开始的话 声援金诗识考上以后 要参加大科 后来改变 声援金诗识的合格者 不是为了大科而考 声援金诗识的 但是奇怪的是 声援金诗识的考生名额 也持续增加 其中 不考大科 留在声援金诗识的名额当中 以地方出生者很多 更多 总而言之 前期的声援金诗识有文科 管考 后期的声援金诗识跟文科 好像没有密切的关系 在今天的课程当中 有什么样的描述呢 当时的记录 比如说我们在朝鲜王朝使律的文本 用李英阳 这个三个字来所寻的话 我们有133条的原文出现 然后那边的内容大体上都是 山公宰上的人物是李娘顺识 但是现在的宰上太广细节的行政内容 所以这个不好 有这样子的上述文的内容很多 所以当时对山公的植物描述的方式 就是李娘顺识是有这样子的 非常非具体的 好像非常模糊的这个字来表示的 那现在的话 比如说行政院长有什么样的植物 我们一般人讲话的时候 行政院长有什么样的植物呢 行政院长比较具体的植物就是要主持行政院的院内会议 以及说他要统领各机关的内部的事务 就是他要做什么这样子 所以对当时这样子的李英阳顺识史的描述方式 非常模糊 非常模糊 所以我们想象一下 比如说他要为这么久 应该宰相无法理念 事实的这个关系 所以你要持有很多这种上述 所以这种模糊的方式 可能可以随时批判宰相的那种机会 所以我在这里也介绍一下当时的很有趣的故事 这个是李恒福少年的故事 朝鲜时代李恒福这是实际上存在过的人物 我等一下介绍他是什么的人 李恒福少年他小孩子的时候非常讨厌学习 所以天天出去玩 有一天他父亲叫他来 就是教训他 但是他的父亲当时当宰山的人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自力营养 运作司机的这种工作 他教训孩子说 但是他没有骂他的方式 没有打他的方式 他用作诗歌来教训这个孩子 他说什么呢 傻嫂应对童子之子 招出木规适合童子 适合童子 我们听到这个诗歌的话应该知道这个内容吧 知道 好那不要再仔细的说明 李恒福少年他怎么回答呢 李恒阳顺世时宰相之职 去年水今年汉适合宰相 适合宰相 他回答很有趣 去年应该有发生盐水 今年应该发生汉宰吧 所以这个怎么会宰相 这是做自己的工作 做得好的话应该不会发生嘛 所以在这里发现 李恒福少年他很了解这个社会的关键 所以父亲听了儿子的这样的回答 以后不再担忧儿子的学习了 这个内容是我以前我的汉文老师介绍的故事 不是来自书籍的 那等一下再介绍老师 那这边整理一下 那这个故事的意义 是什么样的呢 那就是父亲希望 借由师哥来批判孩子 就是没有做好自己的责任 自己的责任是杀少应对之类的嘛 这个是我们可以参考 大学对大学的解释 宋朝的主席 阻止他对大学的解释的大学章记里面说 杀少应对进退之类 就是孩子的责任 然后呢 但是儿子反而非常聪明的回应说 父亲也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嗯嗯嗯嗯对所以宰山以后不会担忧 所以当时的宰山的责责 就是自理营养运作自己这样子的 李洪福他是大概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的初期活动的 朝鲜时代的有名的文人 嗯嗯其实我在小孩子的时候看过他的 有关他的这个故事儿总书 熬成和汉隐 熬成是他 然后汉阴就是李德辛 另外一个人的号 这两位从小到大一起长大 所以这两位孩子的这个时代的 儿童时代的故事是非常有名的 应该就是朝鲜时代的书 这个故事的内容 所以应该台湾人的年庭读教应该没有看过这本书吧 嗯没有看过 如果有人有机会的话 以后找看看这本书的内容吧 那我这个故事是从李廷叶老师 我以前的汉文老师介绍的故事 根据他的说明 嗯他以前这个故事是从朝鲜时代以来 在韩国的南方的 嗯安东这个地点里面的私属 那我们韩国人叫做苏唐的那个私属里面 口产下来的故事很有趣吧 好那我最后提出一个思考问题 哦我们今天看的经国大典里面 嗯有这个 嗯固定嘛 犯罪永不虚用者 张力的儿子 在家世行妇女的儿子跟孙子 然后苏年子孙 代代 嗯 不允许 不文科跟生命经事事的 这个固定当中 各位 有没有发现传统时代的特点 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们观察这个固定的时候 发现当时有什么样的特点 然后各位觉得这个固定有合理吗 如果你觉得不合理的话 具体上哪一个方面不合理 好 希望大家深入思考这个问题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词赫 词 我们在酷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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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